这期维修难度并不高 但故障倒是挺奇葩的 这也算是少见的经典案例之一了 当时我来到粉丝家 他说他认识出来的网线 目前只有客厅能用 其他两个房间刚才用不了 所以让我过来看看能不能给他修好 我确定了他们客厅能正常使用后 就来到了他们房间 看看是什么情况 那你这个能用吗 这用不了 你看我从这边人 村里面拽了一根网线过来的吗 这个 我拽了一根网线过来的 你还拽这种扁平线 当时粉丝说 这个网络面板一直都是用不了的 但他的电脑必须要插网线来行 在没办法情况下 就搞了一条扁平线 从房间连接到客厅 仅仅让我过来的目的就是 能不能把这个网络接口给恢复过来 在这之前粉丝告诉我 他房间里面还有一个接口 里面好像有条网线 于是我就把它拆出来看一看 拆出来后 我就看到了两条线 那我就大概明白是什么回事了 我大概明白了 那就是他之前 他这里留在这里的 然后 这条 我说不行啊 他给我改这边加一个 他只加了没连线 他只加了对 他就这样 应该是了 我感觉这个他都没打 你信不 我打赌 刚才连拆了 我拆一下过 是打了的好像是 是打了 因为之前我老婆叫人来弄过一回 弄过一回之后 然后说这边不通 然后人家说搞不了 人家就走了 我拆一下 有个头 嗯 你信不信 这条 就是同家那里的 我感觉是不是 今天你打开 我就感觉我 不然拆了 我们试一下吧 但是这银头打着 网线从这走不是丑吗 就还用从这盒里面呢 来试一下 啊 上面这条 这条是通道那个客厅的 因为我只要在这里 把网线给接上 然后那边再重新打个群 就可以搞定收工的时候 但是真的这么顺利的话 就不会有这期视频了 这里我就用接线纸 把两条线给接好了 待会物房仔细看一下 我当时接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相同的颜色 接参加颜色罢了 我二次检查没有问题后 我就把盖板给装了回去 接着就重新把这个水晶头 再重新打一遍 打完水晶头 我又去了第二个房间 同样也是打上了水晶头 这里我就不多赘数了 然后我回到盖家 把水晶头也重新打了一遍 原来这样就完工了 但当时我拿旋径 开始兑现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灯 跳得不对劲了 怎么跳得这么夸张 当时我又看了一点水晶头 先是打对的 什么情况 应该是那边的问题了 那时候我是拎头给打错了 于是又去拎那边看下情况 确实也没什么 但是那盒子问题了 这边 那可能是这个 先到这边的可能是 那边 就我的问题 既然两边水晶头都没有问题 那时候我就以为 我接线给接错了 于是又再次拆开了这个盒子 但是我当时看了半天 也没有看到哪里接错啊 于是我就叫来了粉丝 和我一起看 这条是绿吧 绿和绿对吧 对啊 然后这边是中和中 对吧 对啊 那对啊 这边这个呢 对对啊 白和中 白和中 这边这个也是啊 对 哇靠 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个水晶头我也检查了半天 除了打得有点臭外 也没有发现任何不对劲的 没办法 我只能把水晶头给剪了 重新再打一个试试了 我重新打完水晶头后 又开始兑现了 试一下吧 重新打了一遍 看一下 哇靠 还是在跳 这怎么玩 当时我一度怀疑 是不是我眼睛出了问题 然后又拉来业主 挨个堆了下水晶头的颜色 你看啊 第一个是白层对吧 对啊 第二个是层 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白吧 白什么 白绿还是白中 第四个是蓝 嗯 第五个白蓝 对 然后第六个是绿 对吧 对 再往左边是白中 是白 是全白啊 全白 然后再右 中色 中色 我都怀疑是不是我是会出问题的 是对的 那又没问题啊 这是你的是吧 对 那你来试一下吧 绝对 当我用粉丝的旋径音开始兑现的时候 爬进结果也是一样的 那时候就怀疑是不是往前出错了 有一次我就开始担心了起来 主卧室的网线 是不是和这个书房一样的情况 然后我就改车主卧室的网线了 嗯 这样这样没完没了了 先车卧室的吧 我希望卧室的能正常 还车卧室的 嗯 车压卧室的 没有是这边这边OK不代表那边OK 以那边为主 这个是发信号的 对那个发送信号 那个是一直正常 如果这边也不正常 那就真的炸了 有这么玩的吗 电视剧的不敢这么演 哦 这个好带是正常的 好消息是 主卧室的线是正常的 所以我那时候 有先搞定主卧室 我把主卧室给装完后 我再回来测这条线 这条网线亮灯的顺序为 12745638 我根据这张表对比就知道了 是3号和7号两个位置出现了错误 当时我解决的方法就是 把这两个颜色给调换了下 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那时候我就很好奇 该不会真的有厂家 把颜色给搞错了吧 但是仔细想了想 还是不太可能 因为还有一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我感觉会更高 大伙还记得这个中转盒吗 我其实怀疑 从这边到那边的这一小级网线 中间肯定被人家接过 还他喵的给你接错了 因为主卧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希望是这么回事吧 如果真是厂家生产错误了 估计哪个时工房要哭了 好了 感谢大伙一度观看